这一期我们来讲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之作《御离魂》 日语念作《狗狗狗》 《御离魂》的作者是徐整亚 日语念作《九庆亚》 徐整亚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可能不太多 但在当年绝对是万千少女心中的偶像 天天哭着喊着非她不嫁 整亚是她的字 本名叫徐绝 别名东海三郎 气诛生 江苏常熟人 她天资聪明 就学的根基很扎实 十岁就能作诗填词 据说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写了八百多首 毕业后她应朋友的邀请去无锡的一所小学教书 认识了其中一个学生的母亲 立刻和她陷入热恋 但这个学生母亲是寡妇 碍于礼教没能跟徐整亚成婚 后来还做主把侄女嫁给了她 1912年徐整亚去上海任《明权报》编辑 就将这段感情经历写成《玉离魂》发表在报纸文艺副刊上 并印成了单行本 几年内再版了几十次 连香港、新加坡等地也出了大量的盗版 创下了当时小说销量的最高纪录 而《玉离魂》在1924年被拍成电影 1926年被搬上话剧舞台 可以说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作品 1914年小说从报创刊 徐整亚应读者要求将《玉离魂》改写成日记题小说《雪红类史》在上面连载 人气也不亚于《玉离魂》 此后两书并行出版经久不衰 那《玉离魂》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 前面说了 《玉离魂》是徐整亚根据自己与寡妇的一段情节的 所以故事情节基本跟她自己的经历差不多 说是有个师范学校毕业的才子叫何孟霞 去江南当老师 住在远房亲戚崔家 崔家的男主人早死 留下妹妹和年轻的寡妇白玲娘 白玲娘看到孟霞学黛玉藏花副诗 就对她颇有好感 两人就此开始了精神恋爱 双方书信来往不断 却严守鼓讯 不敢逾越半步 平时连面都不敢见 有一次玲娘病倒了 孟霞去探病 两个人也只是对作者流眼泪 不说一句话 明别各自赋诗一手送给对方 玲娘考虑到自己要守节 不可能跟孟霞成婚 又不甘心让她离开 就想让自己的小姑崔君倩嫁给她 但君倩主张自由恋爱 认为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有为自由的精神 一直不愿意 另一方面孟霞也表示 自己对玲娘的感情坚定不渝 玲娘左右为难 只能一死了之 君倩不久之后也生病死了 孟霞看破红尘 投身革命 死在了武昌起义的战场上 玲娘跟孟霞这种爱得死去活来 却连面都不敢见 宁愿自杀 也不敢跟心爱的人 在一起的爱情悲剧 在现代人眼里 简直是匪夷所思 其实这跟当时的社会风气 与徐振亚个人对爱情和礼教的态度有关 当时随着新学兴起 女性解放思想的传入 新一代知识青年都向往爱情自由 徐振亚也设置了崔君倩这样一个角色 体现当时知识青年个性的觉醒和对恋爱自由的追求 但另外一方面 她又极其重视传统礼教 认为发乎情只乎理 敢以心不以行计 才是面对爱情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这种向往自由 而又觉得不应该不可以自由的心态 反映了新旧文化交替 伦理道德价值取向 发生巨大转变之际 相当一部分人的矛盾心理 所以说玉离魂在当时能够红成这样 不是没有理由的 而玉离魂在文体和细节上 也同样体现了新旧病行东西杂柔的特点 一方面她受《红楼梦》这类 中国传统爱情小说的影响很深 小说中夹杂着大量的诗词 连男女恋爱都是借诗传情达意 孟霞不光模仿黛玉造花 还写石头记影试诗 感叹要是能重生当喉咙梦里的人物就好了 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 玉离魂还受到了林书役的 《巴黎茶花女》仪式的影响 玉离魂是由叙述者我 整理两人书信 加上孟霞和君倩的日记集合而成的 尤其结尾写君倩的死 是以她临终前日记的形式呈现的 《巴黎茶花女》仪式最后也是女主角玛格丽特 以日记的形式向情人吐露心意 而要知道 这种日记体其实是书信体的一个变种 是从18世纪欧洲文学传统中继承而来的 另外玉离魂在文体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就是大断地使用四六便利文 用便体文写小说始于唐代的尤千枯 清代的艳山外史也比较有名 徐沉亚受此启发 将片体文与古文交错穿插 非常适合营造那种艳丽暧昧的氛围 但也有研究指出 在刻画人物性格 尤其是对话场面的时候 为了套诗词中的典故 描写就会落于俗套 还特别生硬 此外还有一个地方能体现出徐沉亚小说诗画的特征 那就是大量的象征 尤其是将美人比作鲜花 比如梨花代表白梨娘 木莲花代表崔君茜 不光是在形容其美貌的时候用 还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甚至命运 比如最后叙述者我去崔家平调 就看到崔家的花园中 梨树和木莲都枯萎了 被人砍了拿去当柴烧 不但与开头呼应 还营造出一种 人和花一同化为乌有的悲凉感 最后来说说玉离魂对当时文坛的影响 前面也说了 玉离魂反映了新旧交替时 矛盾的价值观互相碰撞的情况 那些多愁善感的青年男女 既想要爱情又要遵守礼教 八乎情止乎理 最终引发悲剧 玉离魂创造的这种模式在民国初期非常流行 几乎成了大部分描写恋爱的文艺作品的一个模板 这些作品作家后来被统称为鸳鸯蝴蝶派 但这里要注意 玉离魂虽说是悲剧 但它跟后面五四十新派婚恋题材的作品 如《八经的家》 《曹雨的雷雨》等还是很不一样的 徐沈亚对封建礼教是不太批判的 甚至她觉得为维护礼教献出生命是值得赞美的 更不要说去号召青年反抗封建制度了 这种价值取向也是鸳鸯蝴蝶派所共通的 后来也成了革命派攻击他们的一大罪状 至于鸳鸯蝶派究竟是什么 跟革命派又产生了怎样的冲突 就留到下一期来讲 谢谢大家